中国网球公开在女单半决赛 郑亲文0比2不敌木霍娃 至此 郑亲文收获390分 32.5万美元 及时排名来到第七位 比赛中 郑亲文在就球的时候出现了手受伤的情况 请求了医疗暂停 郑亲文一度疼到落泪 但是 他依然坚持比赛 而且没有放弃 在被动的情况下挽救赛点 可惜的是 郑亲文整场比赛都没有打出较高水准 最终也是在坚持了一小时47分钟的时候 3比6 4比6告负 无缘成为首位杀入中网决赛的本土选手 赛后发布会上 他说出了摔倒的原因 其实我很清楚为什么会摔倒 我摔倒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精神不太集中 因为我就觉得太累了 然后呢 我觉得精神力量不是很足 然后呢 可能那个时候脚没踩稳 然后摔倒之后就是 当然很痛嘛 就是手掌也轻了 然后那三个手指头也都破皮流血了 然后呢 也包括就是摔到那个左边的屁股 可能它不是很舒服 就是有点到后来跑不动 然后但是最主要的 我可能还是感觉 就是精神上 我的力量不是很充足 因为老师有种没睡好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休息时间的话 就是昨天晚上我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不应该把治疗放得那么晚进行 我觉得如果我休息更加充分 所以今天比赛我可能打得更好 因为我今天明显感觉到就是 我的身体跟我的精神状态 它不在我想要那个峰值上 就是总是感觉很难集中注意力 然后就是当我注力不集中的时候 就很难去拼搏 我觉得是还可以做得更好 但我觉得还是要往正向的方向看 我还是对中网很满意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